在鬼灭之恩刀将春篇 无惨举办了上弦聚首 这是时隔百年来首次将所有上弦聚集 一直以来无惨都不希望鬼私自群聚 或是有过多交流 那么这次会议的真正目的是什么呢 又是谁的表现让无惨最生气 据说无惨本来想要精算上弦 多亏了某位机智的小可爱 才平息了无惨的愤怒 还有百年前的那次会议究竟发生过什么 哈喽大家好我是小宇 上弦聚首彻底考察 无惨在会议上传达了上弦之六阵亡的信息 更加表达了对上弦们无能的不满 要知道惹无惨生气的后果可是非常严重的 曾经下弦们就因为说错话或是做错事 被无惨直接抹杀 只有眼梦的回答得到了无惨的赏识逃过一劫 那么上弦们究竟又是怎样逃过一劫的呢 面对无惨责问时 哪位上弦的回答最危险 当面对无惨的责问时 半天狗没有丝毫狡辩 而是直接趴在地上大声的道歉 祈求着无惨的原谅 这意味着半天狗承认了自己的无能 并且态度非常诚恳 充满诚意的道歉是比较让人消气的方法 虽然无惨之前对半天狗的评价认为他很吵比较烦人 但这次半天狗的回答非常简洁 加上认错的态度很好不至于引起反感 所以我认为无惨对他的愤怒值应该是最小的 达到了可以勉强放过一次的程度 当无惨责问一窝座时 一窝座没有任何回答 只是将脸朝下一直保持着跪姿 沉默代表着承受一切指责 意味着虚心接受无惨的驯化 之所以会选择沉默 是因为上一次无限列车任务后回去复命 当时无惨向一窝座询问蓝色别花的下落 一窝座的回答是目前还没有找到 但会继续尽全力寻找 并且还表示自己成功的完成了无惨的任务 解决了一个柱 但一窝座一脸得意的态度 和想要将功补过的意图 不仅没有安抚无惨 反而还激起了无惨的暴怒 结果被无惨狠狠的训斥打到吐血 所以这次上前拒手时 一窝座就学聪明了 深刻理解了说的越多错的越多 还是保持沉默安静的当无惨的出气筒就好了 不然可能会付出比上次更惨重的代价 但半君如半虎 不要以为沉默就会被忽略 实际上这个行为更加危险 例如情侣间的冷战 其实比吵架更加让人感到气愤 只不过无惨这次并非是一窝座的无能 而点燃的怒火罢了 所以无惨才没有直接惩罚一窝座 另外一窝座在会议之前也引起了不小的骚动 直接揍了令人讨厌的同谋 其实这些行为在无惨面前都相当危险 就好像鬼杀队阵营击败了上贤士气高涨 而无惨阵营的上贤们却还在内斗 这肯定也会增加无惨的愤怒值 当面对无惨的责问时 上贤之手黑死木的回答是 我无言以对 禅无妇巧妙的隐藏了自己 可以看出黑死木是在认真的反省自己的问题 对没能找到产无妇而感到非常惭愧 战国的武士阶级还是比较注重礼仪传统 虽然黑死木是诚心道歉 但也相当危险 就像是上次安排的工作很难 所以没法完成 那么上贤的存在还有什么意义呢 并且提到产无妇这三个字 更是戳中了无惨的痛点 千年来产无妇家族一直给无惨制造麻烦 外加上深受无惨信任的上贤之六 刚刚被产无妇培养的鬼杀队干掉 黑死木此时提到产无妇倒是有些长他人之气灭自己威风了 并且黑死木作为无惨最厉害的手下 也无法找到产无妇的宅底 这会使无惨陷入更加愤怒的状态 无惨没有直接对黑死木动手 是因为黑死木是无惨最信任的上贤 并且有着压倒性的实力 换成其他上贤说这话 免不了遭一顿毒打 当无惨责问时 同谋的回答是 自己从不擅长探知和探索 这如何是好呢 可以看出同谋几乎是认为自己没有错 无惨老板安排自己完成不擅长的任务 有些难度也是没有办法的事 当时同谋只是想要顺着黑死木的话 弹色而已 并且当无惨传达肌肤太郎的死讯时 作为肌肤太郎的推荐人 虽然同谋是主动认错 但却是嬉皮笑脸的道歉 这样的态度会让人感觉是在阴阳怪气 很容易就引起反感 也许是由于同谋的作风一向如此 无惨才没有对其发火 可当无惨表达对上贤们不抱希望时 同谋却再次插话表达忠心 甚至还反问无惨 我有辜负过您的期待吗 漫不经心的态度与狡辩 终于令无惨勃然大怒 甚至一瞬间还产生了清算上弦的想法 这吓到半天狗立即求饶 试图平息无惨的怒火 只有同谋在顺着一窝座的话试图甩锅 同谋做出的所有举动全都是在火上浇油 幸亏命好最终火没能烧到同谋身上 不然像夏贤那样被开除还真是死有余辜 当面对无惨的责问时 玉狐的回答是 无惨大人我不一样 我找到了接近您愿望的情报 就在不久前 但还没等玉狐的话说完 狐就被无惨拿在了手中把玩 这无疑是个很严重的惩罚 无论过程怎样 但从结果上来看 玉狐最让无惨生气 其实玉狐原本可以认错或是沉默 这样无惨的怒气一定会发泄到同谋身上 很显然这个时候邀功并不是明智的选择 那么为什么玉狐要这么做呢 其实从会议上 玉狐对待一窝座和同谋的态度明显不同 就可以看出 玉狐称呼同谋为阁下 而同谋也会夸奖玉狐的新狐很漂亮 还会邀请玉狐去他家玩耍 两人意外的相处非常融洽 也许是难得遇见一位那么欣赏自己狐的人 将同谋视为之音的玉狐才想要帮助同谋解围 但没想到会引火烧身 并且无惨崇尚着完美最讨厌变化 上弦之六的死令其非常生气 其实在继父太郎阵亡前不久 玉狐就已经得到了情报 却没能及时去确认 如果情报是真实的 说不定无惨就能直接捣毁整个鬼杀队 上弦之六也会因为被召唤到无限城而逃过一劫 这样就真正做到了完美的不便 所以无惨才对玉狐的怠慢感到异常愤怒 况且还不知玉狐情报的真假 玉狐就欢天喜地的告知无惨 这简直就是员工给老板画饼 完全没有看清自己的地位 让无惨非常不爽 如果情报为假 无惨的巨大期待就会落空 这样来看 玉狐的罪过确实相当巨大 另外无惨召开上弦巨手并不只是为了通知上弦之六的死讯和发现愤怒 更是为了能看到每位上弦为自己的无能而深刻反省 所以当众惩罚玉狐可以起到杀鸡儆猴的作用 使得上弦们意识到上弦之位不再是铁饭碗 需要更具责任感 并且不要总是想着内斗晋升 要更加拼命地完成任务为无惨卖命才行 还有在百年前无惨也曾召开过一次上弦巨手 那一次究竟又发生了什么呢 当所有上弦被召集时就说明有重大事件 要么是发现鬼杀队本部无惨需要发动总攻 要么就是有上弦牺牲而导致位置空缺 在鬼杀队近百年的历史上似乎并没有无惨发动总攻的记录 所以真相就只有一个上弦位置空缺 113年前一窝座半天狗玉湖同谋黑死木都出现在了会议中 那么被干掉的也就只有上弦之六了 所以故事应该是这样的 大约是140年前时任上弦之六的同谋 在游锅帮助肌肤太郎成为鬼 不久后同谋就通过换位血战 战胜了曾经的上弦之二成功上位 而同谋晋升后空缺的上弦之六就由下弦晋升 直到113年前新进的上弦之六被鬼杀队消灭后 无惨因上弦的败北而召开过上弦巨手 在百年前的上弦会议中 同谋就推荐了能力不俗的继父太郎兄妹 会议上无惨当场考察了其能力 并最终赐予血液使其成为新任的上弦之六 负责潜伏在游锅通过广大的人脉探寻蓝色扁花的踪迹 同时也负责消灭游锅片区出现的柱 继父太郎兄妹也是因为有同谋这样的靠山 才会在短时间内迅速晋升为上弦 而继父太郎兄妹的失败 最大的责任人就是引路人同谋 好了 最近我真的非常期待刀匠片的上映 这次会看到作为炭治郎同气生的玄迷 玄迷的特殊体质在鬼化后想必会相当震撼 最近我也会多拍有趣的鬼面影片 那么喜欢鬼面影片的伙伴 请一定要记得按赞和订阅 这样才不会错过我最新影片的通知 那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